Hello大家好,这里是Skyline天线老师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很多朋友关心的 也是天天有人追着我让我更新的JCM2000系列 那在前两期视频里面我们讲了从62年到79年的Plexi时代 也讲了从80年到97年的JCM这个初期的时代 那如果还没有看前两期视频的朋友呢 我建议你去补习一下 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你更好了解本期视频的内容 那我会把前两期视频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区 大家可以先去观看一下 那今天我们视频的主约一又是JCM系列 但是是大家又爱又恨的JCM2000 那JCM2000系列呢是Marshall从97年到07年的主打旗舰型号 也应该是有史以来产量最大 销量最大最常见的Marshall音箱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在一些livehouse 在一些音乐节现场 或在一些琴行里面见过这个音箱 试过这个音箱 但是在我们正式开始讲JCM2000之前 我先要把时间调回1992年 我们来说一下另外一台音箱 这下音箱就是Marshall的30周年纪念款6100型号 上期视频最后我们提到的 在90年代我们漏掉了一台Marshall型号 没有说就是92年生产的6100 那6100其实跟我们今天要说的JCM2000和下期我们要讲的JVM410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Marshall从JCM2000开始 包括后面的JVM410 它整体的这个设计思路啊 是从6200开始开创并成继承下来的 那么6200其实开创了很多在当时看来非常新颖的设计 比如说它是第一台三个通道的Marshall 也开创了这个绿色轻轻通道 黄色Crunch通道 和红色这个High近利的通道的这个三通道 红绿灯三色的这个设计 那6200也是第一台 它的设计核心是多样性 可调性实用性为主的Marshall音箱 也就是说它尝试要从一台音箱里面 想要获得更多的音色可能性 6200可以说是一台实验性很强的音箱 大家从它前面版后面版可以看出 它有很多小的这种开关啊 小的一些功能啊 一些甚至没有什么用的一些功能 那刚上手的时候又给人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 其实它也没有大家想那么复杂 那它的轻轻通道是一个非常干净的 非常正常的轻轻通道 那它有一个中频切除的功能 可以得到类似于分段的音色 而且平行航论 其实Marshall的这个轻轻通道 一般来讲是不太受欢迎的 大家总觉得Marshall的轻轻通道一般都很垃圾 但是其实这台610的轻轻通道是非常棒的 我觉得它比900啊 还有2000或者JVM的轻轻通道 可用性更加强一点 更加自然一些 所以说在Marshall这个牌子里边 6100是轻轻做的相对比较好的一款 那通道二呢是Crunch通道 那么Marshall的黄色 轻轻通道一般来讲是模拟这个Plexi时期 也就是早期的Marshall的这个音响的音色 那它分了ABC三档增益度 那从A到C是增益度逐渐递增的 所以它的增益度的可调范围非常的广 而且这个通道的颗粒非常饱满 非常清晰 然后颗粒非常的大 虽然它的音色并不见得跟早期的Marshall Plexi非常的像 但是它有非常好的自己的味道 我觉得更加接近于这个JMP203或者是JCM800这样的音色 那我喜欢6200的最大的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它这个黄色通道 确实非常的好用 那它还有一个红色通道 也就是它D的通道 是个高增益的非常高增益的通道 有点类似一个HopinJCM2000和JVM410的这个高增益通道 稍微有一点点糊 我觉得这样做感觉有点过大 而且它还有一个额外的增益度boost 让它的增益度可以更大 我觉得稍微有点大到并不是特别实用 因为其实无理我个人的使用技能来讲 我并不能想象到有什么样的情况 你需要这么大的增益度 所以我一般也不太用这个通道 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很大的增益的话 这台6200也可以给你满足一个 压缩感很强很大增益 有点糊糊的这样的一个时针通道 如果你需要的话 这台6200整体来讲它是一个设计非常全能 但同时素质也非常出色的音箱 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一台Masha 有趣的是这台音箱不管在英国还是在国内都不是那么的出名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台音箱的存在 而且在二手市场里面 就算这台音箱当年是30周年限量发售的 但它的价格相对来讲也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说如果你的预算是7000 8000左右 你想买个二手的Masha 100瓦的大投资的话 那么6200永远是我的首选推荐 那说完6200我们把我们的视线转回到今天我们的主角 JCM2000 那时间也相达到1997年 在97年下半年 Masha正式推出了JCM2000这个型号 作为他们迎接千禧年的主打旗舰款型号 那么这个型号也成为了历史上最饱受争议的Masha的旗舰款型号 那么现在说到它的设计 那JCM2000的设计基本上就是把6100的思路延续了下去 更多的可调性 更多的功能 更多的通道 满足更多的需求 争取做到全能 这是它的整体的思路 JCM2000的家族其实非常的庞大 它有很多的箱头型号 有很多的combo型号 有很多的衍生出来的型号 那我们今天不过多展开 我们就集中在他们的旗舰的两款100瓦的箱头上面来说 JCM2000100瓦的箱头有两款 一款叫DSL 一款叫TSL 那么DSL它的全称是Dual Super Lead 那Dual代表了双通道 TSL它的全称是Travel Super Lead Travel代表了三通道 所以从它名字可以看出这两款的最大区别是DSL是双通道的 TSL是三通道的 那么它们主要的区别除了通道数不一样 就是DSL它的两个通道是共用EQ的 就是它的一组EQ共是两个通道 那么TSL它是每个通道有自己独立的EQ 也有自己独立的音量 而且TSL包含了一些比如说功率衰竭 还有一些奇怪怪的一些小功能 所以说从设计速度上来讲 Marshall想要TSL成为一个比DSL更高一级的 功能性更强的一个更加高端的型号 而且TSL不光是在当年还是在线 它的价格都比DSL稍微高一些 但是事实上来讲 得到的效果确实适合其法 一会儿我会解释 那首先杰森两千的型号 刚才我说过它饱受了真意 那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说它最大的缺点 那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品控 它的质量实在是有点过于低 那95年到10年是Marshall品牌的EQ黑暗时期 在这段时期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整个Marshall生产线的这个质量 缩水非常严重 偷工减量非常的常见 包括它的设计上也会出现一些 诸多的一些小的瑕疵 所以JCM2000正好卡在97年到10年 这段时间之内 所以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我这边代购的音箱 买家买回去 用了一段时间出现问题的 基本上都是JCM2000 一方面是因为JCM2000 我这边代购的比较多 但它这个基数大 所以它出现问题的概率就大了 但是另一方面 JCM2000的这个设计 和它的这个用料 确实质量不太好 比如说JCM2000的这个魂响盒子 魂响盒子本身就是很容易坏的 外加JCM2000的魂响电路 本身它这个线非常的细 所以稍微震动一点 或者稍微摔一摔 特别容易把魂响摔坏 而且JCM2000的这个散热 本身有点问题 所以它容易产生一些过热的问题 因为JCM2000的变压器 它用的不是那种非常好的变压器 所以它的这个封装 不是非常的好 导致它有很大的杂音 就是你开机的时候 它会有那种声音 那这一点在TSL上面尤其的严重 DSL相对好一点 因为DSL它的电路稍微简单一点 所以它的这个出现问题的几率比较低 但是TSL出现几率的问题特别的高 特别是TSL的轻音通道 存在一个设计缺陷 导致TSL的轻音通道 很容易出现一个底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很难排除 有的时候甚至需要换掉整个主板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所以质量问题是JCM2000最大的问题 那说回音色 那JCM2000的音色到底怎么样呢 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以我个人的见解和个人的经验 首先TSL和DSL的音色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什么先说DSL DSL的音色它还是比较开放的 比较传统 比较偏向于早期的Marshall 比较类似于JCM2000 JCM2000的音色的 只不过更多的增益 比如说它更加的Marshall 所以说DSL在音色上面是并不差的 但是TSL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它音色比较糊 比较疲软 比较无力 就给人一种闷在里面出不来的感觉 我猜测这可能跟它的设计有关 因为TSL比DSL 多了一个音量旋软 它多了一个衰减级 然后它本身又自带一个功率衰减 所以说它的电路里边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可能出现了一些回路 吃掉了一部分音色 音乐 一方面TSL的音色一般 一方面TSL比较容易坏 所以说TSL可以说是 所有的Marshall系列里边 我最不喜欢的型号之一 虽然我知道TSL可能是我这里 卖的最好的Marshall的型号之一 那我这么一说 你肯定不会再去买 但是我还是要说出 我真实的诚实的想法 那TSL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的 它除去有这个混响和的问题 和它的相对来讲 比起之前的Marshall的型号 比较容易坏以外 那它的音色本身是没有问题 如果你买到一台状态不错的TSL 它还是非常不错的 它唯一的一个缺点 可能是它的两个通道 共论EQ 导致它的可调性稍微来讲小一点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 你在这个pre-amp之前 加上一个EQ 或者在loop里边 加一个额外的EQ 来解决这个双通道 不同EQ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非常好解决的 外加它的价格 相对来讲比较的低廉 如果你的预算在4000到5000左右 你想买一个100瓦的 Marshall的大投资家里玩的话 那DSL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还有另外一点 可以证明我这个DSL比TSL好的这个观点 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还要是有一些知名的乐手在用 JCM2000 DSL100 比如说像田娘子 比如说像Gary Moore 他们都在用DSL 至少我个人没有看到 有知名的乐手用TSL 做它的长期的固定的巡演的设备 至少我是没见过 如果你知道 请告诉我 那这就是大家又爱又恨的JCM2000系列 一方面它是历史上卖的最好的 销量最大的 最常见 最普遍的 Marshall音箱 那一方面呢 它也是被大家骂的最惨的Marshall型号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一个东西的量一旦大了以后 它被更多人接触到了 它被更多人喜欢的同时 也会被更多人骂 这是肯定的 放在任何事情上面 这个到底都是成立的 总之总结一下 状态好的JCM2000 DSL100 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 关于DSL 大家买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清楚 那么它的状态是不是好 而且它的这些附加功能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 如果你这些功能 你并不是非常需要的话 我建议你选择DSL 那这就是我们的JCM2000系列 那么下一期呢 我们会讲从07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Marshall的主要的旗舰型号 也就是Vintage Modern 和JVM系列 那大家如果对这两个星要感兴趣 请记得关注我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不要忘了投币 点赞 收藏 转发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请在评论区里面给我留言 或者弹幕留言都是可以 那这里是Skyline天象老师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关注视频的视频